另外光复香米代表会这里呢 主席钟玉清直询的时候 是针对垃圾掩埋场垃圾营运的问题 原本向环保署争取就地扩建的计划并没有结果 那么也建议香工所要尽快想出因应措施 光复香垃圾掩埋场明年即将借满饱和 届时光复香的垃圾将网合出道 相待会主席钟玉清亲自下场直询 追问香工所目前因应措施的推动进度 原本计划在原地扩建垃圾掩埋场的计划 乡长林清水说明指出 因与环保署现行垃圾处理政策向抵触而未果 再加上经费庞大香库裁员有限 现在可能朝垃圾清运至凤林垃圾转运站来处理 既然地方裁员短处 主席钟玉清也建议赶办设置花莲中区土资场 增加香库收入 玉香工所业务课激烈讨论 本身来讲的话 你还有再加上那个怪兽 还有那个什么推赌机 然后再加上你还有办公设计 还有这个我们要整个那个 这样像管理啊 那些先进的那些都要 你怪兽推赌机 什么社会都不要 蜜毛草盖上去 你能够遮理 我跟你讲 蜜毛鸡的话 你也算不得 不得 不是吗 你去买那个 破棕那些怪兽 对你去干什么 一台都好几百万 不是吗 对不 你都现卖现卖 你的成本就 不用花那么多钱 就成为我们破棄的土资产 那个 这样你够吗 你要花钱 你发生过那个叫八九百万 但万一我这八九百万 八七百万要不能破棉 这个是这样子 乡长林清水也赞同开源 增加相互收入 但就当初两处土资厂预定地 不是在河川治理县范围内 要不就在山坡地上 再加上近几年 中区大型公共建设工程 几乎都已完成 是否有设置的必要 其经济效益 以及投资风险 相公所态度保守 也将神圣评估再评估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导 是玉兰光复采访报导